你经历过最大的童年伤害是什么 因为哥哥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于是我给他买了一块电话手表 可是我没有手表 考虑到妹妹还小不会使用 所以我并没有给他准备 可能因为他的不争不强 让我误以为他并没有在乎这件事情 直到晚上我突然听见他说 哥哥一样的手表 哥哥一样的自己的手表 哥哥高 哥哥高啊 妈妈 妈妈 长大了 长大了不长大也满好不好 从来没有想象过一块小小的手表 能给女儿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所以第二天我们赶紧去买了一块 忘记当下的男孩 到我里头里 está ai 我第一个书 bulks 那最后我觉得 这是我第一个书 你要 personal 我第一个书 我们第一个书 iso 但是不于他们吃 作词 我第一个书 在我的部阻情 她要注意 你看我的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